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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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睡了 我就已經 發現她就是有問題 小時候就是眼睛不看人 垫腳尖走路 然後就是 生氣了就是要撞頭 然後就是你叫她 她都沒有反應的 她的愛總不會學習 她整天就是在她的世界 然後眼睛就一直飄來飄去 從來不看我一眼 那個說要看監視 你說我們就去看 那個醫生就說她就是自己 我們早期都是這樣隨時就會打 而且打她真的是打了自己 都會懺悔一輩子都會懺悔 因為 我們是要被長輩罵 說孩子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用那種方式 好像教動物的方式 在教孩子 所以我們在教孩子的時候 如果長輩或者是 我的先生在旁邊 他們一直會罵我 他說孩子不會生氣 會被教你到要生氣 那段時間我就常常帶著孩子 要去那個 習祖皇那邊想要坐下去 就一直會煩惱 從小時候帶她的時候就一直煩惱 就想到大了怎麼辦 這麼懶養的孩子 其實我是每天都是這樣子想 如果我明天就不在了 我明天就走了 看自己怎麼能夠過日子 因為父母做的話就是說 政府要有責任要去安置她 所以他們會有些要 他們政府有位子的話就讓她去 如果她行為不是太不好的話 還可以照得住的話 他們就會收她 可是有些就是比較嚴重 她就可能要委託外線室的 或者是其他機會幫忙 要收容她 那有常常一個孩子 就要一直被踢來踢去 踢到好幾個地方 直到最後踢到外線室 因為拜託人家 沒有人要收容她 有的到最後到 會贏那些類似精神醫院 或者鼓勵組織家 那去的話就用藥 藥物完全用藥物去控制 讓她本來有的能力就變成 就比如說她可能會大小便 會有什麼能力 可是她後來變成 包養不破這次 我們現在就有一些孩子 真的是 那個 你會覺得很慘 然後她的那個 護盤生如果這樣 鼓勵是很慘的事情 現在就開始 是不幸這些父母不在的 孩子的問題 這個案子的問題 是最多的 是不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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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子 是不幸福的 是不幸福的 我們在這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